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发达而且卫生条件差的年代里可以活到这个岁数 是现如今许多人都难以达到的 长时间的在位也是给了他统治时间 使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功绩 伊斯梅尔是阿拉维王朝的君主 在他做苏丹的那些日子里 整个国家都非常的安定 百姓们生活得很开心 而且他也着手恢复之前遗失的国土 因此伊斯梅尔得到了民众们的一致应付 从而用一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谐 他可以活到八十岁 足以看出他的体格健壮 精力旺盛 这个国王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 在当时的年代 马既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也是战场杀敌的必要装备 而他另一个爱好就是女人 他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五年 这期间国家的政治非常稳定 经济也平稳发展 而且他还收复了国家 被欧洲人占据的沿海地区 从而实现国家的独立 这其中很大的功劳 都要归功于他的黑奴御用军 在国家已经稳定 统治也很牢固的时候 他便开始大肆搜寻美丽的女人 不论国籍与肤色 整个后宫足足有五百多人 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 就生下了五百二十五个儿子 和三百四十二个女儿 这项记录空前绝后 至今无人能打破 说明每一个妻子 平均要生一个孩子以上 而且还没有包括那些夭折的 所以这个国王惊人的生育能力 也让后代的考古学家们震惊 这个不但能够治国的男人 更能起家 所以摩洛哥历史上 寿命最长的这位君王 确实很厉害 这不仅仅是依据儿女数量 更是看她对整个国家做出的功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